6月19号,四川常宁6.0级地震后的第三天,位于镇中的双合镇上下着稀稀利利的小雨。 在双合中学安置点里,居民们排队有序地领取物资,试验者、消防战士、武警战士们的身影不断穿梭在安置点的各个帐篷。 为了让安置点的居民们能吃上一口热食,武警四川总队卢州支队在18号晚为大家准备了几大盆热气腾腾的酸菜面。 19号一早,他们又为居民准备了鸡蛋、玉米和青菜稀饭。 德旭表示,到目前为止,支队战士们仍然吃的是干粮,全力保障老百姓们吃上热食。 该支队武警战士蒲文博与战友在发放食物前还参与了救援。 他们在长宁西门坝救出了一家三口。 这位刚满20岁的年轻小伙回18号清晨的余震,让他所在驻地的围墙垮塌。 查看受损情况时,他听到了求救声。 18号晚,受灾民众们还在安置点观看了一场电影《战狼》。 双河镇大量房屋因因地震受损。 大多房屋成了微房,为了让居民们能早日归家。 60余名住建专家来到双河镇,对镇中受损房屋逐一进行排查。 长宁县住建城管局副局长李雷介绍,19号一早,专家就开始走村入户排查房屋,预计当晚能全部排查完。 因为这个地震发生以后,我们省厅市局和我们线上都安排了相关的专家,讯息地入场进行排查。 总共我们专家是60多个人,昨天分成了9个组,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。 然后今天我们又分成了15个组,已经到现场进行开展工作了。 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排位结果,排查结果,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安全鉴定。 根据安全鉴定的结果,然后理定相关的通电计划。 从双河镇镇政府出发,沿着湿润的青石板路一路向北。 相比18日的清冷,这座川南小镇已恢复少许活力,带着草帽的农民挑着江豆沿街叫卖。 经过一夜雨水洗礼,地震后干涸的葡萄井又重新蓄水,这让不少双河镇居民都喜出望外。